参考公司 我們看到剛才這些 拍了這個所謂的蚊子館 其實他們根本來不及拍 說老實話 到處都是 那麼這顯示出我們台灣很多的 這個工程其實都跟政治 或者是跟這個地方的勢力有關係 那你們知道台灣的這個水泥的使用量 除以這個人口 台灣是世界上最高的 所以你看當地所謂地方政府的建設 其實就是水泥建設 所以水泥建設其實代表台灣某種恥辱 但是這個問題我們怎麼看然後怎麼辦 這是我們盡量跟大家討論的一個主題 今天我們跟大家談談這個有關 這個台灣的地方派系的問題 那地方派系在30年前在政治學裡面研究是一個顯學 就很多的研究這樣 但最近幾年比較少了 比較少了 因為他們慢慢開始就有點模糊這樣子 那麼以前說有人說台灣的社會越發展的話 這個就是只根於整個傳統的這個脈絡的 包括中清這個地區的這種關係的 這個地緣關係的這種人際 會慢慢淡化這樣 但是實際上我看沒那麼簡單 因為這個在2000年前就 我們老祖宗就講過一句話 來看看講了什麼話 講的話就按不下來 好有了 尋子 尋子講過一句話 他在《國父論》 《復國篇》裡面 不是《國父論》講錯了 乾脆醒了 《復國論》裡面 《復國篇》裡面談到說 人在這個社會上生存的 不能沒有團體 對不對 拉幫結派講不好聽 那麼你們以後在世界上要好朋友不是嗎 逐漸的就是會 你沒有 但是你群 你的群體沒有分 沒有分際 沒有一個分際 那麼你就會亂 爭著天下就 就一塌無土了這樣子 亂者窮夷 所以沒有分際的話 人之大害也 沒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 所以他覺得 人的規範這種規範很重要 非常重要 那麼其他我就不提了 那麼這個分在我們來看 就是群體互動的一種分際 不是只有禮節而已 是一種分際 這個事情主要是不能再往下走 它法律上很難規範 全部的規範很困難 但是我們問一個問題 這個分際誰來做決定的 那麼在人類的這個 歷史上有三個情況 好 德國的社會學家 Marx Weber他說過 就說當我制定這樣一個規範的時候 它有三個來源 這個規範怎麼來的 有三個來源 第一個就是傳統的 傳統的權威型的這種 這種正當性的規範 就是說傳統就是說 你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 那個姓劉的 他兒子就是皇帝 他兒子的兒子就是皇帝 你就尊重這個傳統 那麼酋長也是世襲的話 你就尊重這個傳統 可能他很笨這樣 所以你把他推翻 否則他還是酋長 就尊重他這樣 他定了法 就是法這樣子 他說我可以娶二十個太太 其他者就是娶一個 就是他定了法 你就得遵從 這是一個 另外一種叫 charisma 就是一種聖雄的 就在亂世的時候 他會出現 那麼他會給大家一種目標 給他一種呼喚 精神性的呼喚這樣 那麼誓言帶大家走過這個困境這樣 這種 這個在近代史上非常多 而且國家在遭遭很大的災難的時候 這種人出現這樣 那時候他的一些呼籲 或者一些這個 制定一種所謂的權威性的規範 大家都會遵守 這個當然這個不會持久 那麼現代社會基本上是第一種 所謂的這個 所謂的這個法制型 就是以法律為主的一種權威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回過頭來看看 就是說 我們可以看到 現代社會都是以公民的共識 這個 作為我們奮祭的一個 這個可以說是制定者 或者一個裁判者這樣子 所謂的立法跟司法這樣子 這個一個社會七位概念 就會取代 我們老祖宗講的聖人治理這種概念 跟西方的情況類似 好 那我們再看看 再往下看 我們今天跟大家談了三個東西 就是 我們談我們台灣的現狀 一個群體它怎麼樣去形成的 三個狀況 你不能說我今天在 我今天在跟這個 跟一個老師吃飯 他跟講說 他過去就知道說巴黎 巴黎如果說這種天氣 像這樣這種天氣非常的這個 陰暗然後這個非常冷 下大雪 巴黎如果說禮拜五 如果禮拜五放假 剛好放假 禮拜六 禮拜天的話 大概禮拜天都很多人自殺這樣 為什麼 因為天氣太糟了 大家心情很低落這樣 禮拜五已經 禮拜晚上已經狂歡過了這樣 禮拜六休息一天 禮拜天不知道幹嘛這樣 所以巴黎的市政府 在這兩天內 都會播一個比較愉快的電視劇 讓大家看 減少這個自殺率這樣 所以就是說 你看那麼多的人口的一個都市 它基本上人跟人是疏離的 那麼第二自殺率最高是紐約 這個是以城市來說這樣子 所以一個群體它是怎麼樣被建構出來的 有些是以理念 有些是以利害關係 等等的像去建構關係 那我們來看看 我們台灣大概可以在談 有關現代社會可以說 現在的政治社會在台灣來說的話 有三類這種組織 這種群體可以去談的 一個是所謂地方派系 一個是所謂社區意識下的 社區的發展的一種意識 概念這樣 一種是所謂的社會運動跟NGO組織的發展 我們台灣有這三類的情況 當然你可以說 我們是還有其他類 當然有 比如說你說網路的小眾 是不是算是一種 也算是 但是那個東西是 因為它身份是隱藏的 有些時候是隱藏 有些時候它是漂浮不定的這樣 今天來了明天就消失了這樣 以前我們還有流行 在幾年前那個社會運動還有快傘族 對不對 快傘族 跑掉了這樣子 你說他有哪邊來 誰也不認識誰這樣 就是做一個行動 去抗議這件事情 然後就解散了這樣 其實我們應該來講 這個就不算一種群體 因為它是馬上集結 馬上就解散了 大概是三類 那我們先來看看第一類 那麼地方派系 我想我們今天可以看到一些現象 我們現在還是要整理一下 就是說 這個先談談那個 趙永茂教授 台大教授 他研究這個很久 他是這方面的專家 他說這個地方派系 是以地方政治人物的地緣 血緣 中族跟社會關係為基礎 那麼相互聯合 以爭取地方政治權利的組合 這樣子 所以他們並沒有固定的 正式的組織 他們領導方式 是依賴個人的政治經濟 社會關係 那麼才辦公開的方式 來參與這個選舉 所以議會常常是他們 最 參與最多的一個場域 因為其他的 縣市長很困難 縣市長一般只有一個 所以你不可能說 派系如果很多的話 他不可能在這邊取得一種共識 但是議員很多 這裡面有各種派系的 他會取得某種議席 他們就會參與政治 影響整個政治這樣 那麼這個就是所謂的 我們台灣地方派系的一個 這個定義 那麼這個大概跟國民黨 在過去的50年的過程 這個 說是這個統治的過程裡面 是有關係的 我們上次也跟大家談過 專長談過這個問題 就是國民黨的NP跟侍蟲的這個機制 基本上是 是 是當然說 是 他不是沿用日本 應該不是沿用日本 但是在這個選制上是沿用日本 他這種結構就是 第一個就是把台灣的地方派系 從雷震 50年代雷震之後 把這個地方派系把它維繫化 把它分割這樣子 把它 以前的派系 在國民黨來之前 台灣的派系 基本上是比較跨縣市的 國民黨到時候就把它分割成縣市 以縣市為範疇 所以這個縣市的派系 不會跨到其他縣市去 不會的 因為他在這邊 爭取他有利益 所以就被國民黨 就分而自知 把它分割得很維繫化的情況這樣 那麼當然一方面我們也知道說 台灣在這個幾年前 我們的選制 其實不是今天的所謂單一選區 加上部分的比例代表制 不是這個制度 不是這個制度 過去我們叫一個區域選好幾個人 你們都應該還有印象 就是一個台北縣 選多少立委這樣 一堆這樣子 所以這裡面有什麼好處 這裡面就是說 黨提名的也有人可以上 那麼譬如說國民黨民進黨都可以提名 但是有些名額 事實上是跟黨無關的 他是地方派系的這個樁腳 因為他只要掌握到 譬如說我們知道像立委 選立委掌握到譬如說三萬四萬票 他就可以當選這樣 所以他根本沒有什麼理念政策 他不需要 他就要人脈就可以了 所以這種制度是日本以前留下來的這樣 當然日本跟台灣跟韓國 在過去都是用這種方法 因為這種方法很容易控制地方派系 你只要少數的票數配給你的話 你就可以掌控這邊地方上的政治 所以你就要聽我的這樣 這是一種所謂控制關係 那麼另外還有我們可以看到說 台灣還有一個特殊性 就是說我們的開票箱 基本上開票所都是只有1000個人左右 那1000個人左右就有什麼好處你知道嗎 對派系來講很好 就是說他都知道今天我買了票 開桌的票是多少票 他就可以掌控 就可以去偵測裝腳 也沒有抽資錢 懂嗎 或有沒有偵測去動員這樣子 因為1000個人很好算嘛 一半不是你的嘛 那你還要多少票這樣 所以這1000個人的票 就是我們現在的開票箱的這個制度 這樣也可以讓地方派系人不斷的這個 他們有一種 就是譬如說他們 我知道他們是 有些算到說我買5票就只有買到1票這樣 他們都算了 買5票算1票這樣 所以他可以算出來這樣子 那麼現在他們後來學聰明就是我之前選錢 他不會全部給你錢的 就錢金先給你 那麼選上以後再給你後卸的錢這樣 你就抓不到了這樣 因為這個沒有對價關係 不是嗎 對價關係嗎 就是你這個東西是貪污的 就跟這個錢有沒有跟你違法重放 某種機制的程序 這個沒有關係 如果沒有關係當然就無罪這樣子 這個就是一個情況 就是使得台灣的地方派系 在台灣永續經營 永續發展 那麼地方派系當然他會成為一個組合 基本上都是利益的這個集結 那麼有幾個部分 一個是政治的權力 所以地方派系大概每次選舉 他是無盡不選這樣 所以我常常會建議說 他說我們台灣選舉應該減少 但是剛好反其道而行 你看政黨為了鞏固他的社會基礎 所謂票員基礎 不是社會基礎 票員基礎 他就希望選 現在選里長都要選 不是嗎 里長現在是一個月多少錢 薪水 你知道嗎 四萬五 講錯了 已經四萬五 現在是四萬五 配一台機車看報紙免費這樣 這個大家都知道的這樣 這個以前我們都會 我們小時候都 我們都會說里長伯伯 就很尊敬里長伯伯 因為他是服務的 你知道 他真的是服務的 他沒錢這樣子 在選舉之後都是買票 幾乎都在買票這樣 所以你們知道嗎 你們知道嗎 里長選舉幾乎都在買票 所以這個是一個權力的關係 所以他們必須要不斷的去競選 所以公職越多他們就越高興 這是一個權力的競竹 第二個 第二個是有關經濟上面 就是因為地方派系 跟地方政府的關係是 地方派系需要透過地方選舉 進入地方政府的部門去服務 服務當然是服務啦 服務官號 官號 服務這樣 然後掌握到地方的經濟利益 那之前我們在這個 省政府還在的時候 那麼可以說台灣的這些像 我舉個例子像 這個各行庫 省商銀的行庫的貸款 一個人可以貸到一千塊 一千萬這樣子 所以其實為什麼很多呆帳 你知道嗎 因為他就要不回來 他選書他就要不回來了 第二任他選書就要不回來了 很多這種所謂呆帳 還有省政府跟地方政府的採購 補習班 客運 公立銀行 在時候中小企業銀行這些 還有工程包攬 最主要這個是蠻大一中的這樣 這是一種 因為一種地方派系經營的 比較是 比較 屬於不法的行業 包括這個妓院 賭場 這個電動玩具店 還有其他的合法的證券 建設公司 瓦斯公司等等這樣 那麼另外還有一種是這個 所謂的這個土地利益這樣 因為我們知道每個縣市政府 都有一個叫都市規劃委員會 都市規劃委員會 都市規劃委員會 對 委員會裡面他還有三種 好像有三種比 三種比重的人 一種是市政府代表 議會代表還有什麼水手專家 找聽話的嘛 三種人這樣 那麼他們就開始去規劃 可以把土地重化 譬如這樣子 所以如果知道他們做這個決定的人 早就把那邊土地先買下來 所以我知道在有些鄉鎮底下 有些本來是公園的地方 就被重新規劃之後 變成可以可見地這樣 就炒作這個東西 這個在我們台灣地方 這個其實是滿普遍的一個現象 就像這樣的一個 一個 這樣的一個所謂的這個利益 事實上是非常的廣泛 那第三種當然我們可以細講 就是一種所謂金錢化的過程 這尋租的過程 所謂尋租不是說我開個工廠 製造東西去賣錢 這個叫利潤 這不叫尋租 尋租是我就是投資 或者是無本生意 利用關係 得到某種在整個產業 或者是商品流動的過程裡面 我就獲得到一些利潤 這種過程 所以這種過程 這種內容就非常多了 我們可以看看有哪些種類 第一種我們可以看到是 這個官方機構所授予的地方利益的分配 所以你看我們台灣就是說 一般選上一個市議員 現在武都那個市議員就更兇悍了 新竹的市議員 他就說你選上之後 他就地方政府 譬如我們新竹政府 就給明代市議員 所謂的小型工程款 我知道新竹市政府這邊是 每個議員是800萬到1000多萬之間 就是說你有這個額度 這錢不是換一口在額度 這個額度你就可以去建設你那一區 經營那一區的所謂建設這樣子 那你就會議員就用這個關係 把這個錢都往下去招標 那這樣地方的人 或者是所有他們特定的這些業者 就會去包這些工程 再會轉包等等這樣的過程 所以你看我們台灣的地方政府所謂建設 都是在蓋東西 那有些地方是馬路的話 挖了以後又挖 就是說壞以後就要鋪 一直鋪一直鋪這樣子 然後尤其選舉要到了那個前幾個月 鋪得最胸 這個我們可以看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台灣就是鋪完以後又開始挖 這個是一個問題 所以這種所謂的這種情況 它就有很多的不止這些東西 包括一些貸款這樣 所以這是我們台灣金融改革上 在底層上面很困難的地方 因為很多貸賬 真的我們一般人要去貸款是很困難的 你們知道嗎 我們跟銀行貸款是很困難的 像我去貸款他們 有一次我去跟合作金庫貸款 這個錄影起來也不太好看 我穿得很破這樣 他看到我就不太想理我這樣 他說我只要跟他貸80萬這樣 80萬 當然你們覺得80萬很多 但是對我來說 80萬貸個80萬 他會讓我審核 就這樣子 看你的外表 看你的穿著這樣子 後來就查我的資產 知道沒問題才貸給我的 很不容易 這個很不容易 但是越有錢的人就越容易貸 貸款 他們可能會照常呆帳的情況是 可能性是越高的 這種就是一個我們台灣的情況 就是這樣子 所以金融改革困頓跟這個有關係 另外還有就是操縱地方土地分區使用 跟開發的權利這樣子 所以這個不只一般都市土地 主要介入山坡地 觀光區 風景區 工業土地的開發等等這些 所以台北縣為例的話 13個派系裡面就有9個介入房地產 就是這個歷程很龐大的 所以這種情況底下 我沒說要國土規劃要保留什麼東西 也就是說很困難 非常困難 這是第二個 第三種呢 經營特種行業的 這個台中市非常多 台中市非常多 所以台中市有些叫色情什麼都市什麼的 就是它這個非常多 因為台中市是南北兩道 黑白兩道在這邊匯集 然後討論喬事情的地方這樣 所以它有很多服務業這樣 你們知道吧 這個聽說過 這個就是一個 這個特種行業的經營 是地方派系也會幹的這樣 還有暴力化 暴力化 所以像我都舉個例子 像這次那個 連勝文的案子 就是跟地方派系有關係 你們知道吧 之前我們它被槍擊的時候 我們還以為是那個 可能是那個什麼 那個賭盤 就是賭盤怕輸掉就搞一個這個東西 對不對 然後讓選舉 改變選舉的這個結果這樣子 那我們就擔心說 那這樣會不會以後會模仿 因為我們台灣選舉到最後一個晚上 都很激烈有沒有 大家都很high這樣 到10點結束這樣 都肇事這樣 這個時候鞭炮聲一放 鞭炮聲一放的時候 槍聲根本聽不到啊 所以這個就更危險 就是非常危險這樣子 所以這個東西跟政治 好像是政治場域 但是不是說政治性的所謂的暗殺 而是這個所謂黑道 他們為了把選舉翻盤 或者是他們恩怨的關係 在這邊要鬧場之類的情況就產生了這樣 這個是一個情況 所以這個是地方派系的整個的政進利益 那麼我們這樣講 並不是說地方派系都很糟糕 因為這是人類的自然現象這樣 我們不要忘了 王金平就是高雄縣白派的重要領導人 他就是地方派系 所以你也不能說他是黑道的 他不一定是黑道的 因為政治上是這樣結盟的 所以就變得說 你就很難說 在這邊黑白就一刀切 這做不到 做不到的 我們再往下看一些 這個就是說 因為在這個黑道組織運作底下 還有我們傳統的地方派系結構 所以 尤其這個選舉越來越龐大 所以 經費越來越龐大 所以地方派系除了 設法開設合法的 開發合法的新財源之外 也會傾向進入 因為黑道所把持的非法經濟活動 那黑道 對他們而言 也需要透過選舉家以漂白 並將出角 剩下新的合法的經營利益中這樣 所以上次你們記得 在幾個月前 台上市有個黑道大哥不是過世了嗎 有沒有 那他辦了商事 你看 那時候我從他們經過 根本 人都沒辦法過 好幾千個人 政界什麼的 民流都在那邊 在那邊 這個 這個道宴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 可以看到這個整個的關係 是這麼的 這麼複雜這樣 我們來看看他們的結構 就是說 你看這邊有提到 這個是個研究 資料我忘掉了 就是 台灣根據 四十三個主要黑道幫派 跟聚合的資料來看 黑道漂白的情況很普遍 扣掉北高兩市 因為過去這是他直轄市 我們說這個比較少一點 台灣省各縣市的黑道幫派有66.7% 這樣 的幫派成員或是原生家庭的親人 都擔任民代這樣 所以有些選舉到時候你去看看廣告上面那些 那些市議員那些候選人的那個樣子 真的像通緝犯這樣 非常多 真的非常多 他怎麼已經 那已經美化過了對不對 還是很像這樣子 所以我們擔心這個問題會更加惡化 所以我們都只看到兩黨的政治的惡鬥 沒有看到這些黑道的 在地方上偷偷的吃東西 偷偷的侵蝕我們國本這個問題 那現在就是我們談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稍微說一下那個 台灣派系的結構好了 他大概一個有一個領導人 底下有分三層 大概這樣子 那麼派系的核心 我們領導人可以說是有一級幹部 他底下就二級跟三級幹部 那麼派系的權力型態是由上而下的垂直領導 所以每一個幹部都有直屬的樁腳班底 除了派系領袖以外 就是一個派就一個領袖 就一個領袖這樣 那領袖底下 他有一個所謂第一層的重要 第一層的幹部就是叫 一般叫縣營員的 農位總幹事 是第一層的 就我的左右手 我的大重要的幹部就是擔任這些職務的 先議員或者是農位總幹事 那麼第二層就是做鄉鎮長的 第二層就是所謂的鄉鎮長 這邊有講到就是說大莊角 這個就是鄉鎮村里長或者是鄉鎮市民代表這樣子 那麼這個90年代到後的連戰 將村里長的新資法制化之後 也變成選舉之後 這些莊角就更穩固了這樣子 他們就需要爭取這個位置 這是所謂第二級的莊角 這個是太... 所以這是一個... 連戰這個事情我覺得他是要負責任的 雖然他最近得了諾貝爾和平獎 錯 中國諾貝爾和平獎 中國孔子和平獎 被消遣了一番對不對 那麼第三級幹部就是所謂的莊角 莊角 那這莊角當然就是我們現在所謂的莊角 你們就指這個第三級的莊角 其實莊角 他們都是莊角 只是說這個莊角是最底層的 所以這些人就在發錢 所以他可能是雜貨店的老闆 或是領長 或者是一些寺廟的這些... 管寺廟的這些人 都可能做這些事情 這是第三層 大家你們知道這個狀況 那我們就說台灣社會不斷的發展 工業化之後 不斷的進步底下 這些地方派系會不會消失無蹤 這個可能是像 我們說他有兩個趨勢 就往兩極化走 我們現在說人的 在群眾化底下 人的財富有兩極化 這邊也有兩極化的現象就是 因為立委選舉變成重要的選舉 而且現在人數變少 所以他們就往這邊爭取 因為以前是立委 是只有增額立委這樣 現在完全都改選了這樣 所以他們就往這邊去發展 還有我們台灣呢 金融也慢慢在整病這樣子 所以這些人的發展 就是很有結盟的關係 往上發展 這是第一種 那麼第二種就往下 就是底下還是有 以前沒有里長 現在有了這樣 就往下發展這樣 兩極化的發展 所以可能會形成一種小小的 更小型的這種派系 然後等待比較大的派系來吸收它 這種情況都會發生的 那麼當然這裡面 第二個就是他可能會有城鄉差距 都市人際關係的疏離 比較不容易維持 所以可能他的做法是 所謂的這個派系的關係 可能是跟鄉下的情況是不太一樣 但是我認為傳統鄉下 尤其是農業縣的情況 可能會更惡化 會更惡化這樣 那麼當然我們可以從那個 Rand Seeking來看這個問題 就是說 哪邊有東西吃 他們就往那邊擠這樣 所以這也要看一種產業結構的轉變 來做進一步的分析這樣子 那接下來我再談一談就是說 五都 很明顯我們看到五都選舉之後呢 以前說我們就兩個直轄市 南北這樣子 那麼本來 劉道璇在當行政院長的時候 規劃三個 他那個三個概念事實上是純經濟的 就是說一個是北中南 一個是北一個中一個南 三個這樣子 那就是說讓這個區域發展均衡一點這樣 然後就是一種生活圈 就是說這邊是一個生活圈 的確也是沒有錯 譬如說你說你看新竹以北 新竹的人都會往台北跑嘛 比較往台 往台中有 但是比較少對不對 往台北跑為主這樣 那苗栗之後呢 就會選擇往台中去跑嘛 然後一直到南部到哪裡 到雲林 也會往台中跑嘛這樣子 然後再到嘉義之後 就可能往高雄或台南去跑嘛這樣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他有三個一個生活圈的概念要規劃的 但後來就政治上的運作 為了取得平衡變成五都嘛 五都就很奇怪對不對 你說台北縣跟台北市 天下有兩個直轄室放在一起的嘛 你們告訴我 有兩個直轄室是放在一起的嘛 這簡直是匪夷所思對不對 這政治性的考量 本來經濟性考量就 因為政治的這些所謂的妥協 就變成五都這樣 好了 五都之後有什麼情況發生呢 我們知道 當然資源多少會集中 但是我覺得五都的發展 基本上政府的給的錢 他也不可能說不是五都的這個都會議區 他就不給錢 或者是減少很多 他也不會 他一定會去借錢舉債來給嘛對不對 他不可能說我都犧牲這些 這些都是選票 他不可能犧牲這些 所以問題不在這裡的 問題我的看法是說 經濟上在以後五都的投注上會比較增加 但是幅度不會太大 你看台南縣設合併之後 他現在在苦惱 他沒有錢 台東市也沒有錢 他在喊就沒錢 所以都沒錢這樣子 但是那個影響在哪裡就是說 你注意看就是說 我舉個例子 台灣現在就是常常有很錯誤的邏輯觀念 所以造成很多錯誤的建設 譬如說我們說 某某地方這個 別落後我們就要蓋馬路 高速公路到那邊去 他就會 那邊就比較繁榮這樣子 結果事實上是不是這樣的 不是這樣子 就會讓這個原來都市 更加把鄉村人口吸收到都市來 因為台灣在未來十年到十五年之間 台灣人口不會再增加了 你們知道嗎 他不會再增加了這樣子 因為他不敢生小孩嘛 所以這個人口不增加底下 你看現在都市的黃金地段 還有台北市的房價有漲以外 其他地方都聞風不動的 那以後就說 你這個都市在都會區發展的時候 很多人就往這個都會區流 現在就越來越沒落這樣 所以這個情況底下 對我們台灣的政治是有影響的 那麼我這邊稍微提一下 就是說 之前我們說 國民黨過去用Divide and Rule這種方式 就是把很多東西都維繫化 你看這個人民團體組織也是這樣子 把你維繫化 上禮拜那個高老師來講 他沒有強到這一塊 就是說我們台灣的這個人民團體組織 就是被政府故意這樣分割的樣子 我舉個例子 譬如說你是一個產業工會的 產業工會 真正不是真正產業工會 在國外所謂產業工會 譬如說你這個產業 譬如做塑膠的產業 你可以進行組合成一個全國的 一個總產業工會這樣子 那你這個全國的工會叫什麼 叫全國性的產業工會這樣子 所以這個時候說你一個地方 你一個小的地方 你一個小的這個工廠裡面的這個 譬如說剛才講的塑膠 塑膠廠裡面的這個 某些員工的權力受損的時候 這個工會的 這個全國總工會的這個理事長 他就會來處理這個問題 而且他會跟這個塑膠業的這些大老闆 去談判說我們的工資應該怎麼樣 但是台灣的所謂的工會都不是這個樣子 每一個工會他被切割成 你只能成立這個場 譬如說我是網網欽 我是一個老闆 我設了很多場 但是這裡面每個工會都是分割的 不可以聯盟 不可以 你們只能加入當地的縣市政府總工會這樣 所以一個縣市總工會底下 有好多一兩百種的這種所謂 這個產業工會這樣 然後我這個縣市的產業工會 再加入省 省了加入全國這樣子 那你可以想到這什麼問題 他把你維繫化了 所以當你這個廠長的員工 被欺負的時候 或是飲不到薪水的時候 其他的員工雖然同一行的 他也覺得這個不關我的事 他怎麼去幫你忙 因為我加入是縣總工會 那縣總工會來講說 我一兩百個工會 你就一個方案問題 我怎麼號召其他人去幫你忙 因為他們都跟你不同行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組織是被建構出來的 就被維繫化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台灣的情況就是說 過去的黨國的方式就是在組織上面就幫你維繫化 派系也是維繫化 選舉制度也是幫你維繫化 很多選舉這樣 每個人都有得吃這樣 看起來好像像公式模型對不對 但是有些時候就說 每個人都覺得好像是公平 職位也變增加 但是這個對台灣的整體發展 恐怕那麼小一個地方 恐怕不需要那麼多的選舉 還有這個講過了 那麼我們看看 我們舉個例子來看 其實有個很特別的現象就是說 從90年之後 國民黨的選票慢慢降低 但是他在全國大選這個層次 他跟民進黨是越來越接近 但是你們知道嗎 在地方上 90年代之後的國民黨在地方上的選舉 你看他幾乎是90% 以前到98 1990年的時候到98的鄉長 鄉鎮長都是國民黨籍的 所以你看他因為透過這樣的 Divine and Rule的統治方式 底層都還是他的這樣子 但是你現在到整個議題的時候 有這些票就不見得回國民黨 但是這種情況今年改變了 今年改變了 我們看看 今年改變了什麼 我們還念一下好了 90年代國民黨的縣市長 不分縣市長 不分縣市的話 都有55%的選票 之下市的議員到6成 縣市議員近7成 村議長打8成 在90年代的時候 但是今年你注意看 兩黨的 在五都的選票 幾乎勢均力敵 當然國民黨輸掉40萬票嘛 有人說那個 楊秋新的票 事實上就是泛蘭給他的嘛 所以那個加過來的話 剛好是 剛好是0比0 不是0比0 1比1啦 剛好是1比1這樣子 但是市議員的選票就拉平了 各佔三成 這個很重要 各佔三成 表示其他變成五黨籍 所以國民黨籍的里長 以降至1%弱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有什麼現象出現呢 這兩個黨在地方上慢慢就 都不占絕對多數 所以五都的五黨籍的市議員比例增加 那麼藍綠又市軍立體 因此普遍取得關鍵的勒索地位 這樣聽得懂嗎 就是五黨籍的議員呢 就是藍跟綠嘛 我今天靠誰 誰就可以當議長 這樣懂嗎 比如說你藍推出了你的 這個議長的候選人 綠也提出他的議長候選人 但是我今天只要我 他們兩邊都沒有人過半數 我只要倒向哪一邊 哪邊就可以當議長 這樣懂嗎 而且不只這樣 以後各種法案 我就要靠向哪一邊 哪邊就可以贏 所以表示這個是一個 沒有第三的 沒有一種範疇的第三勢力正在崛起 而不是我們腦袋中 所謂理想的第三勢力 這個情況是我看到的一個情況 所以我覺得 這個是一個解言後很重要的 這種變遷的真後 我覺得是有一點讓我覺得 我如果撇開藍綠來看的話 這個是我們都忽略的一點 那麼五都跟非五都的情況 也可能發生兩極化的情況 這個就是說 地方派系的尋租活動 要呈現兩類的形態 一個都市或非都市的這樣 那五都內當然擁有成態 也會因為這樣而改變 也會改變這樣 這是第一種 我們看到了這個所謂的這個 地方派系的情況 好 那 那另外還有兩都 還有兩種這個 兩種這種所謂的這個 這個群體 我們等一下再介紹好了 等一下我們休息 我們休息十分鐘好了好不好 休息一下 我們休息一下 我們會看到 我們討論 notre島 我們下一個 小島 累 我們下一個 再這樣 小島 去